有一句渡海悲歌 甚至是這樣講的 說勸軍切莫過臺灣 臺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之生之死都是難 那這首詩當然講的 就是這些臺灣先民 當時到臺灣來 必須要渡過黑水溝 所要付出的這個代價 非常的這個大 所以就要請教這個侍聰 那這黑水溝到底有多恐怖 對 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先民渡到臺灣的時候 真的都對黑水溝非常的忌憚 所以臺語有一句諺語 黑水溝十個氣溝 六個四三個流一個火腸 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從這個中國 到臺灣來的時候 渡過黑水溝 十個人去 然後六個人會葬身在海底 然後三個可能會留在臺灣 然後一個人是在岸邊聽到說 這個水箱這麼兇險不敢去 所以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應該是說十個 可能就只有三個能夠抵達臺灣 那一個人才活在大陸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兇險的 那到底真的黑水溝 黑水溝 你就想說我們現在去這個臺灣海峽 哪有什麼水溝 哪是這樣 是有時候是蠻兇險 但是真的有黑水溝嗎 就沒想到這個NASA 他們公布相關的這個衛星照片 就是拍這個臺灣的這個海峽 相關的水像的這個圖 水圖文的時候 大家發現頭說 好像真的有黑水溝 來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臺灣 這是大陸對不對 那是臺灣海峽 那根據這個NASA公布的這個照片裡面 他用這個海水的深淺 跟顏色來做區分 大家直接來看 其實如果你看海水是這樣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對不對 比較深的顏色來說話 大家就說 這就是過去所謂的黑水溝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黑水溝呢 可能就是說這邊有特別的洋流 或者是說海底 它的高低度不一樣的時候 造成說這個地方的海水比較深 那水流的話就會有因為水這樣流過來的時候 可能因為下面岩石 或是這個這個不一樣的關係 會造成他在這個地方 有涡旋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說 以前古人就說 好像來到澎湖這一帶 就會特別的風浪 特別特別大 或是說有特別的靈異事 特別很多詭異的事件發生 所以好像驗證說 真的有黑水溝這樣一件事 那這個黑水溝叫澎湖水道 那我們就講 那也因為有這個澎湖水道的關係 我們必須這樣說 過去真的在澎湖發生過非常多 這個奇怪的事情 包括現在一九九八年 德安航空的直升機 在這個地方莫名墜毀 那其實當時的確是天空 也沒什麼太大異狀 那就突然之間有三名機組人員 就這樣子過世 另外一個就是二零零二年 華航的空難 六一一的班機到澎湖的時候 出現一個空難 那兩百二十五個人罹難 那空中解體 那就有人就說 墜到這個黑水溝之後 導致他整個救援都非常非常難度 非常高 另外就是說這個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這個海鹽五號船 在這個地方發生這個船難 那也造成了二十二十四傷 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這個海鹽五號 他其實有精密的科學儀器 可是為什麼到這個地方 突然之間就撞到這個海底的 這個珊瑚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發生出非常詭異的事情 好那為什麼有這麼多詭異的事情 我就跟大家講 因為第一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水 因為澎湖水道關係 你的海流會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會被帶走 像海鹽五號可能就是因為 這樣發生一個問題 另外為什麼很容易發生空難 就有一種說法是說 這個地方的這個水流 這樣子不一樣會導致這個磁場 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會有混亂的這個情形 所以比較容易發生 這個所謂的空難的這個事件 事實上你去看那種 所謂百慕達三角洲 你去看他海底也都是 好像有這樣子 就是可能有比較深的地方 或是有水流不一樣的狀況 才會造成很多空難的這個事件 好那這是這個黑水溝的這個 用科學驗證來說 他真的那麼的 那麼多艱辛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古人當然是沒有這個衛星照片 他哪知道什麼黑水溝 他過去就說 我跟你講為什麼這個台灣海峽 這麼的兇險 因為來賓有蛇腰 蛇腰 真的假 有大蛇腰 不過剛剛的黑水溝真的很像蛇 對啦 你這樣看是很像蛇 古人就是這樣說 那你要說那是我們空口說白話 不是 我們來看清朝的乾隆時計 北陸里的這個番童之 那他自然叫朱瑾茵 他寫了一本書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東海雜記 海東雜記 他說傳江界澎湖 就是要跨到澎湖的這個地方 然後經過黑水溝 那那個地方是海水横流之處 所以我跟剛才那個土 其實有點像 他是横流之處對不對 他說深無底 然後水多是這個青紅碧綠色 就顏色就不一樣 然後如果地勢好像有一點 比較低的感覺 所以稱之叫做溝 他說這個廣約百里 所以如果你看他的形容 其實跟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土是很像的 然後他說傳出有這個蛇 怪蛇樹杖 就好像有好幾杖的這個 然後這個片體就是花紋 然後尾燒往上化 毒氣重鎮 然後這個辛惠氣惠 非常的這個逼你 會讓你很臭這樣感覺 好那事實上是怎麼樣說呢 事實上就傳言就說 有這個蛇 這個棲息在整個台灣海峽 這叫做魔尾蛇 魔尾蛇 他真的是一條非常大的蛇 他這個蛇你看 他棲息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往來 這個這個襲擊 這個你可能船隻經過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襲擊你 用他的身體把你的船擊毀 那擊毀之後呢 他就吞噬了落海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船員 然後根據當時的船員就是說 他生長大概幾十公尺 到三十幾公尺 那比較特別是說 有人看到說 這是有人看到說 他全身是這樣子 好像是個布滿花紋的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比較特別是說 尾巴有六根 好像這個觸角般 花瓣一般的這個觸角 另外比較特別是說 他是雙頭蛇 對 那很多人就說你只要稍微碰到他 譬如要觸角碰到 可能就會死亡 那他全身 如同這個朱錦英形容 就全身發了這個所謂毒氣 然後讓周邊會變得很臭 也就是說他如果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個蛇可能已經過來了 對 那同時他會吐出毒物 毒物會讓海面上 整個就罩滿了這個蒸氣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分不清方向 那就很容易就一絲繩的這個水手 就會掉到這個海裡面 然後他就把他吞食 那同時如果說他因為平時 他棲息在海底 那如果要浮上來的話 可能就會造致非常大的這個風雨 這樣一個狀況 好 所以這是過去一段時間傳言 這個這個直浮在 或是說棲息在臺灣海峽的魔尾蛇 那今天如果從科學來判斷 然後就是那個黑水溝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風向 或是說海向造成了一個 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好 我們講的是蛇的這個傳說 但事實上在臺灣也是一樣 臺灣也非常多地方 反正我們只要臺灣過去的鮮品 只要認為說跟水有關 然後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 就可能有蛇妖做怪 好 那我們講兩個蛇妖的故事 第一個是在嘉義的這個中寮 那中寮這個地方 聽說過去一段時間 在中寮這邊有一個水塘 那水塘裡面來說的話 很多人就說常常在那邊看到一隻怪魚 怪魚 對 然後就有一個人就說 他是看到一個什麼 他捕到一隻蛇 一隻蛇就沒想到那個蛇 那個蛇因為看起來很像魚 那把他捕起來之後 結果沒想到發現他是蛇 那他是怎樣 他其實平常是這個六十公分 然後寬十六公分的紅魚 結果沒想到還有兩個明顯的棋 所以你說他是魚也是 說他是蛇也是 那一九一二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漁夫就捕到這一隻 那我們把他叫做紅蛇精 那把紅蛇精的時候就玩弄 本來想把他抓回去 那玩弄玩弄之後就掉到這個海裡 就要掉到這個水裡面去 就沒想到這個漁夫當天回到家裡面 就突然之間就好像有點發瘋了 就繩子不清這樣的狀況 就整個人就完全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那因為他碰到這個蛇腰 他碰到蛇腰之後後來就去這個當地的廟 去求助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人是怎樣 就當時就跟他說 你是遇到這個紅蛇精 那用紅蛇精那怎麼辦呢 他說要請這個城隍爺來降腰除蛇精才能夠解決 那於是他們就當然求這個 請這個城隍爺出去嘛 那城隍爺就果然他的神教 就到了這個地方 就到這個地方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神教突然就放在那個地方 他就沉下去了 那沉下去之後沒多久之後 這個神這個所謂教子都幾乎 快要被滅頂之後 突然之間就浮上了這個骨頭 那骨頭疑似可能就是這個 可能是蛇腰把這個城隍可能把他降 城隍可能已經把他給滅了 滅了然後這個骨頭就出來之後 那個城隍就那個廟方疑似說 你要把這個骨頭拿去把它燒掉 結果拿去把它燒掉之後 果然這個先生就醒過來 所以是當年的這個在中文流傳的一個 蛇腰被這個城隍指輔的這個故事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這個如果大家有去這個 台南的安南區的地方 他有一個十二殿 他這邊有一個叫南天宮 南天宮拜的是誰 拜的是關聖帝君 還有五輔千歲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是他旁邊 有一個大概約莫戰地 可能如果你去看可能三四坪 三四千坪的這個大榮樹 那這個大榮樹就是傳言是當年 這個當地的關聖帝君 還有這個五輔千歲 要抗這個蛇腰流下來的東西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其實這個安南這個地方 他其實旁邊如果你去看他的地圖 他旁邊沒多遠就是曾文西 那曾文西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常常會氾濫 那氾濫之後他會不斷的改道 所以你去看這個台南 台南這個地方 在約莫在這個安 這個高貧溪 曾文西這一帶 其實都是很低話的地方 那過去一段不斷的改道 不斷的改道人家就說曾文西就很像個青梅爪 就好像蛇這樣子拐拐去 那當地人當然就覺得說 一定是蛇腰作怪 以當時人這樣說 那於是在這個同治十年的時候 山上都一直下暴雨 那住在十二殿這個地方的人 想到糟糕 這個青梅爪又開始擺動了 那我們可能全村都被毀滅那怎麼辦 那於是就求當地的這個南這個官聖帝君 就南天宮的官聖帝君 還有包括說求了這個五輔千歲 說怎麼辦 就降機說很簡單 我們要先做法 那怎麼做法 他說我們現在你請這個居民 這個所謂居民召集起來 然後你在這個約莫在村的 這個某個地方 你挖一個六公尺左右的這個洞 那挖一個六公尺的洞之後 他說我們先把那個鋤頭 上面貼滿這個符令 貼滿符令之後上面再放個頂 上面還插了這個七顆的凳 燈這樣然後把他埋下去 埋下去的時候 然後在上面放三株 這個榕樹的株就這樣子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當天晚上的時候 全這個村子裡面的人 一起來這個神壇這邊跪拜 我就說這是根據當時留下來的紀錄 就當天晚上 果然當地的民看到什麼 看到官聖帝君拿了這個青龍演樂刀 跟這個齊梅爪兩個在那邊互相對抗 那不只這樣就五輔千歲 還指揮了這個五營的這個兵啊 出來跟他對抗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 我們這個全村的人要手牽手一起對抗 就沒多久之後 因為一開始那時候 那時候是狂風暴雨 就過沒多久之後 狂風暴雨就沒了 然後慢慢慢慢就沒了 沒了 然後最後這個水 聽說就原本要留在這個地方 就改到改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們這個村子就因此就逃過了 被毀滅的這個狀況 那就是所以後來當地人 就更加感念這些官聖帝君或是感念這個五輔千歲 好那我們就講當初不是有三豬榕樹豬嗎 對 就三豬榕樹就是變成傳言中現在的所有榕樹 就從那三棵長起來的 那三棵長起來之後就變成是現在有戰地悅墨是三千坪左右的一個大榕樹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當初的這個記載是這樣說 你聽了覺得非常的神奇 不過告訴你說其實在仙人的故事裡面 我們今天聽到這邊 我們都覺得說我們的祖先能夠翻越過黑水 然後來到臺灣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